在21年了 那我做过的艺人非常的多 待会在我的简介里面也有 那其实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其实我还蛮感谢上帝的 因为其实我的美来自于上帝 因为我真的是完全 其实我念的本身是戏剧 那我原本其实是对我戏剧非常喜欢 对 可是我在我大学一年级的时候 糊里糊涂的就撞到这个行业里面 然后从此就不归路一直做到现在 对 那而且上帝非常的保守 看顾着我 我到目前为止我从来没有拿着我的作品 去谈任何一个案子 全部都是案子来找我 对 而且每次都是 只要我有担忧我的工作 不知道下一个工作在哪里的时候 我就会跟我的天父祷告 那我的工作就会来了 对 所以像前两个我可以跟大家分享 就是像前几天 我也一直在思考 我突然三天没有工作了 那我就跟天父说话 然后金曲奖的造型就又进来了 对 所以我就又负责进去这样的造型 对 所以就是 这一趟路 我一直抱持的是玩造型 对 我把它放作工作 对 因为我觉得其实每一个人都有每一个人的style 每一个人都有每一个人穿衣服的哲学 可是 就是因为你某种固执 所以你觉得某一种衣服你可能不太适合 但是未必如此 所以我会建议各位就是 就是你要多尝试去穿一些 你可能没有尝试过的 好 那至于这个部分的话 反正之后我们的课堂上 如果你有任何问题 或者你有任何 你买了你觉得你不会穿 在下一堂课的时候你可以来问我 好 我可以为各位解答 好 就是今天其实我要讲的是 我一样是装 所谓的法 还有保养的部分 那我们一开始先带来 一小段的走秀 给各位感受一下那个氛围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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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I mean I'm in, won't you know I can't stand it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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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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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